我們在今天第十次了 上禮拜第九次 裡面主要是表單 所以怎麼樣把表單做出來 其實非常重要 因為你要跟使用者端做互動的話 那你一定要給他一個表單 另外你也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之前有開過一個手機APP 是用JQuery的 你其實也可以把JQuery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我們Dreamweaver裡面 你可以把它變傳統的 它這上面如果你開一個 新的檔案的話 不過這個可能你要開的是HTML5 你可能要用HTML5的標準格式 再來你會發現上面有一個 JQuery的那個面板 其實就這 JQuery做出來的其實就跟那個 手機上面看到那個大大的圖 大大的輸入方塊還蠻一致的 那你可以把它包裝起來 那就是把那個Python的網頁 也一樣可以把它變成 手機看到的那個畫面 這也是一招啦 反正以後你要怎麼樣跟 手機端也可以串 然後呢也可以跟Python本身的程式串 甚至如果你還可以跟Excel串的話 那之間就比較沒有 其實有點像跨技術的那種整合 其實說真的現在你要單一個 一個技術你可以打遍天下 這很難啦 大部分都還是需要是跟很多的技術合作 像我們Jungle前面一定要有Python 你沒有Python 你也沒辦法Run 然後再來就是可能網頁 HTML CSS 或者是說動態網頁的相關技術 表單其實是很重要一環 因為表單實際上就是一個跟使用者端 跟他互動的一個介面 所以這部分如果你假設對表單設計不太熟的話 回去可能要多練習 反正只要丟訊息 丟給他 他可以回來給我什麼 那就一個互動 不過後面有一個Math CAI 有沒有那個 那那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你第一頁就上面就要顯示是幾月的話 所以這部分的話 可能設計表單 之前設計表單是出來就是兩個填空 比如說好讓他可以填 但是現在的話呢 就是你要先顯示一些東西 在那個表單上面的話 這個可能就要再想想看 變成說你什麼 那個表單本身就要一個變數 先丟一個東西過來 OK 這後面還會再提到 那另外呢 我們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那我有再補充一個 因為上禮拜大家蠻關心的 就是那個我們三自一 結構控制這邊 像那個成年未成年 我們其實可以再加一張圖 那我有請同學回去試試看 當然大部分同學可能 呃 試出來的結果 當然問題還蠻多的 比預期還多 所以我想說 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把那個 之前的那個BMI 這個BMI 的練習呢 之前我們只有顯示什麼 這個他的結果 評語比如說過重 或者是過輕標準過重 然後肥胖有三種 OK 那這六個評語的話 假如說我今天的需求是 不要只是顯示評語 或和BMI 我希望怎麼樣 能夠下方再增加圖 因為其實如果沒有圖 沒有辦法有那個感覺 你看到字有時候 這什麼東西啊 看到圖你就會比較 比如舉例子 我這邊底下有那個 這個原來的有沒有 BMI多少 評語多少 似乎有了 但是問題還是差一點 就是說感覺沒有那麼好看 所以怎麼辦呢 我希望兩個 之前講過的 第一個 請你幫我在下方增加一張圖 OK 第二個的話 把上面的字 用什麼 CSS 幫我格式化 反正就這兩個 那這個就是在那個 之前那個 樣板裡面的那個 Static有沒有 我們就必須要加一個什麼 Static 這個 就 基本上就是放圖 跟CSS的那個 一個資料夾 OK 那這個 當然如果你會用的話 以後就比較方便 怎麼 裡面的話 哪一些重點 底下呢 我有把這邊 先做一個 給各位看 第一個當然就增加圖 不過我是 講說過輕 我不知道要抓什麼 我就 Google關鍵字 找那個 也許叫非洲難民好了 這樣 就 比較好 一看就知道 他應該是過輕了 OK 這個圖的話 是網路上搜尋 另外的話呢 也許可以怎麼 輕微 輕微 肥胖 就他扣子快扣不住了 有一個圖 至少感覺會比較有互動性 那這個圖的話 也許你自己去找啦 反正這個圖 你也可以找個猴子啦 找個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讓那個 你的評語 有一個 註解 那要怎麼做 基本上就是 大概幾個步驟 第一個一定要Static 特別重要 以後如果你要加圖 第一件事 請你務必一定要把那個之前講過的 Static 還願一下吧 把它加上 第二個的話呢 在Static 就是在source底下加一個目錄叫Static 也就是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 也不要打錯 Static裡面的話 我們就在這邊 比如說我們的資料夾 假設我們的專案是在 在這個 Logic 邏輯的這個 我們就 Logic 在source這邊 source這邊 按右鍵 然後你就 new一個什麼 Folder Folder名稱的話呢 就是那個Static 所以你就把那個 Static 把它輸入上去 按Finish 那Finish之後的話呢 再來你按右鍵 在裡面 如果你要增加圖長 再按右鍵 裡面的話呢 就是image 加s image 圖就放這裡 然後呢 CSS 待會我們兩個任務 第一個就加圖 第二個就是加那個什麼 把那個字變漂亮 OK 兩個部分哦 也是複習一下 第一個 設定完 有增加這個Static 但目前呢 我們這個專案裡面 還沒有做設定 所以記得 在settings 還願一下吧 把什麼呢 把那個 這個 雲端上面這一行 加上 其實在哪裡呢 其實就在最下面 最下面的 往下拉 拉到底下 在這邊怎麼樣呢 把這一行 給輸入上去 如果你擔心這一行 輸入錯誤 好像我之前 我們在雲端上面 有那個什麼呢 有 Template 這邊有沒有 我有把那個 最後那一行 其實最後啦 會發現 不要自己打好了 乾脆用貼的 絕對不會錯 自己打 你只要豆點 刮虎少一個 很抱歉 就絕對錯 所以 那個部分的話 也許你可以從 這邊 有沒有這一行 你乾脆 我後來發現 乾脆直接C C 保證不會錯 但你這樣自己打 保證有可能錯 所以 乾脆我把這一行 直接貼到這裡好了 以後的話 先用貼的 如果你記憶力好 你就自己再打一下 其實也不難打啦 這OS點 它PASS 它自己會出來 但是你這個字 一個字都不能拼錯 所以 我覺得還是貼的好了 比較保險 好 這樣的話呢 表示說 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 Static 然後呢 已經可以怎麼樣 可以放一些東西 在那個 路徑 而且呢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一個UIL 所以你UIL 部分的話 不需要去 那個什麼呢 再增加一個Static 那我接下來 放一些圖好了 圖的部分 請各位自己在網路上找 如果現在找不到的話 我這邊有一個 BMI的圖好了 你可以把這個 把它拿來有 我裡面 自己找了一下 現在不知道找什麼 找圖 有時候找素材 將來你們 在那個 作業練習的時候 其實可以拿這一題 稍微改一下 其實就可以了 然後這裡面的話 我就把它解壓縮 那裡面的話 總共會有六張圖 因為我們六個等級 BMI裡面 那圖怎麼樣 把它放進來 就這幾張 這個是過清嘛 找一個非洲難民 或者找一隻猴子 後來我覺得猴子 猴子好像沒辦法特別表現 因為猴子有著胖 現在猴子都已經很胖了 不像以前是獸皮猴 你看那個去台東有沒有 路邊那個猴子 就主動跟你要東西 你不給他東西 他會跟你搶耶 OK 所以現在 可能 反而那個像 非洲難 這個是標準的 這個 這看起來應該還蠻標準的 OK 然後再來 開始有點胖了 再來已經過胖了 所以那個已經 那個 扣不起來了 OK 其實那個腰圍好像跟健康指數還蠻重要 如果你的腰圍太大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OK 那像這邊就過 那再來的話就超過了 你看他這個已經肚子凸這麼一塊 然後再來 這就是過度肥胖了 OK 如果這幾張圖 或是Google的圖 Google上面Google到的圖 應該有版權 所以你在使用上面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就把這幾張圖怎麼樣 丟到這邊來 那怎麼丟最快 右鍵複製 有沒有 然後你這邊右鍵貼上我 不過我的習慣是直接拖拉 拖拉放對不對 可以 放開 他就過來了 這樣最快 OK Eclipse 我覺得拖拉放 他有支援 所以拖拉放 好啊再來的話 你要確認說 教各位 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顯示圖檔 最最最最簡單 就是直接放Static OK 我覺得 因為其實你網路上Google 你會發現 答案很多 但是不見得都能夠work 最簡單的方法 第一個 先建一個Static 那我們把它run起來 你要確認一件事 你那個 這個Static到底有沒有成功 其實呢 有個方法 就是你把它run起來之後 如果你要確認說你這張圖 有沒有加進來成功的話 其實你只要打你的網址 你這個Server的網址 斜線再加一個Static 再斜線 把這邊後面補一個01 應該再加一個 Static後面再加一個image 它還有一層 Static image 再加一張圖 如果你顯示出來 有的話 那表示你這個Static 是成功的 所以我們這邊 把它全部都設定完之後 記得要Save 然後呢 確認一下 你的Static有沒有成功的話 你可以先加這個之後 再加一個什麼 Static 再一個斜線 我們剛剛放了六張圖 那第一張圖 我們來試試看 非洲難民的小朋友 有沒有出現 它是01.jpg 那如果說 你剛剛做的任何動作都沒有錯的話 那其實Enter應該會看到那張圖 但如果有錯 你後面就不用做了 如果這個部落做對 你後面要加圖到我們的程式裡面 就很簡單了 OK 不過關鍵來了 按一個Enter看會不會成功呢 如果成功 那恭喜你 後面其實就真的很簡單了 試一下好了 OK 出現了 OK 所以以後的話 你只要怎麼樣 把路徑告訴它就可以了 那個所謂路徑 不是指的是那個實體路徑 是網路上的路徑 意思就是說 在我們的Static後面 有一個01 02 03 所以你後面就可以怎麼樣 把這一段序述呢 放在哪裡呢 放在我們上個禮拜那個 邏輯 Logic 這部分 裡面的什麼呢 裡面的views 那views裡面 我們是有那個這邊 這邊 有沒有我們輸出的是 後面可能要再加一個什麼 如果過輕的話 那應該是 給它一個換行吧 換行的P 對 不過呢 我這邊有兩個方法 就是說呢 第一個 你可以 用Response直接輸出 這個htt respond 意思是直接丟什麼 丟那個 html語法到網頁上 第二種方法是建一個 那個 樣板 Templates 有沒有 建一個樣板之後 再把東西丟到樣板裡面去 不過兩個方法 當然直接丟 就不用再建這個樣 也不用去考慮說 還要傳什麼變數去那邊 這邊丟過去那邊要接 所以有的時候 如果這邊可以處理的話 那你就這邊先處理 最簡單 所以你可以丟一個過輕 然後後面的話 你就什麼 把它顯示那個 那一張圖 那顯示那張圖的話 應該 那個什麼 有沒有ing src 等於 那個路徑 對不對 那個路徑的話 最後記得就是一個 結束 如果你實在是對這個 什麼image這種語法不熟的話 你可以這樣子 開一個 那個什麼 Swingweaver 然後呢 直接在這邊 你就插入一個 什麼呢 圖 這個影像 有沒有 然後呢 直接 找一張圖 你隨便找一張 比如說我在 低碟底下的 我剛剛是放在 那個我的 workspace Jungle的space 裡面的邏輯的 然後Static裡面 很長一串 假設這張圖 你按個確定 它一樣會 所以 要不要複製不要好了 那你會發現呢 它一樣會顯示 一個image 實際上 就是說將來 你可能就是把這一段 敘述 放到那個後面去 它就幫你顯示了 應該可以 懂得邏輯 只是說 你要怎麼樣 可以 把那個 不過其實FIRE 這個是它是用絕對路徑 那我們其實只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斜線 就是剛剛這一串 這麼一長串 就是斜線Static 這一張 複製一下 其實就是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邊上面就可以 其實就改成這樣子 然後呢 寬跟高 多一個斜線 多一個斜線 這邊多一個斜線 斜線 斜線 你們不要打這個 這個叫正斜線 左右上到左下叫正斜線 左上到右下叫反斜線 很多人會搞不清楚 應該知道吧 這個叫正斜線 網頁上一定都是正斜線 那我們磁碟機裡面 比如說什麼 C冒號一定是斜線 這個叫反斜線 記得起來嗎 反正多記就 蛤 不要搞不清楚 真的 這不一樣 你不要看到斜線都覺得是一樣的 兩個不一樣你放上去 結果就不會work 網頁上一定要用這樣子 施跌機用這樣子 你不能說把這個拿去 那個用在網頁上 那就會找不到路徑 OK 所以特別注意 那也就是我們把這個 寬跟寬 那個 width 跟 height 可以暫時拿掉 因為暫時不設定也沒關係 它會自動調整 那我們給它一張四度大小就可以 把這個拿到什麼呢 把這個敘述 把它搬到這邊後面來 也就是你也許做了一個 那你就是直接把這一串 空白就不要留好了 把這一串怎麼樣 把它複製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後面去就可以了 這一串 但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 這個 雙引號 因為我們裡面已經用了 你這邊 你如果貼上去 又有這個雙引號 它會搞不清楚到底是 這個是 你的 字串的一部分 還是我現在用的 控制符號的刷號 所以記得喔 如果裡面是 字串一部分 請你再加一個反斜線 這樣子敘述 他才知道說 這是裡面的喔 就是將來要輸出的 外面的 這個是外面 像 從這邊 到這裡 這邊也要再加一個反斜線 結束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在 應該是在這裡 所以再一個 這個是結束的 這個是我們現在 Python裡面用的 字串符號 那這個是將來要輸出的 應該從這邊 有沒有 看得出來吧 那搞清楚啊 這都是細節啊 如果你細節都搞懂的話 那我跟你講 你程式怎麼寫都對啦 你也不會撞一整天了 真的一次 對的話一次都對啦 那錯的話 你做一百次 你還是錯啊 都是一些 最關鍵的地方 那我跟你講 這幾片書裡面啦 或者是你Google Google在裡頭 他也不會跟你特別強調說 你這個地方要特別小心喔 你錯了就是一定出來 也不會跟你講說 反斜線 很多人搞不清楚 你這個怎麼寫一定 都怎麼都錯啦 好 那最後做完啦 你可以這邊寫完了 他就會幫你顯示這一串 一樣嘛 你就把這邊複製有沒有 再貼貼貼貼 然後呢 把1 2 3 4 5 6 改完之後的話 基本上 圖應該就出來了 我說應該啦 不過再來就是測試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邏輯吧 我已經盡量把那個邏輯講的 應該算非常簡單的 OK 我覺得我的特點 真的就是讓人家聽得懂 很多人喜歡上我的課 至少就是不會把那個 簡單的東西變複雜 書裡面是真的把簡單事變越來越複雜 Static 可能講得扯很遠 講了很多之後 你不知道重點在哪裡 基本上如果你要顯示一張圖 最重要的重點 1 你可以先建一個Static image 把圖放過來 你可以拖拉 2 你記得要settings 裡面要確認就是這一行敘述 貼到最下面一行 這樣就OK了 他就知道你這個Static 的目錄在這裡了 你再來就是測試 測試什麼呢 你這張圖 有沒有OK 有沒有顯示 接下來就是呢 那個image 如果你可以自己打 你就自己打 如果不行 你就是透過Juneweber幫你產生 反正語法很簡單 就是這樣 你也許做好OK 那你就是把這一串 放到我們的那個 程式裡面 views 多增加這一串 所以最關鍵就是這一串 好來試一下 畫面先切開